各區的比例統計 其實你要做這個圖的話 除了比例圖之外 假如有的時候你要呈現的不只是比例 你想要呈現的是數量 最好是怎麼樣 有的時候會需要用到不同的圖 比如說左邊是一個圓形圖 右邊是一個直條圖 直條圖可能比較好呈現的是 就是它的數量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也許在旁邊再增加一個 其實在Esser裡面是可以放多個圖形的 有點像POW BI裡面 就是可以讓你放很多不同的圖形 不同面向去分析資料 那一樣如果說假如你要再放一個 那第一個你要先把這個圖先稍微縮小 這邊留一個區塊 第二個的話一樣 在資料上方點一下 然後分析 書納分析圖 然後一樣 剛剛是圓形圖 那改成直條圖看看好了 那當然直條圖有很多種 不過我們就選最單純的 就是所謂的第一個 群組直條圖按確定 那當然這個地方就會多一個圖 你可以再把它移到這個右側 OK 然後呢把它稍微放大 大小的話其實可以 大概跟這個左邊的差不多大小 OK 那一樣喔這邊合計 這個圖例一樣可以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 然後呢可以把它改成這個叫個區的比例統計 那也許這個改成什麼 個區的數量統計好了 剛剛是比例嘛 這個叫數量好了 讓它呈現出不同的一個這個資料呈現 馬上可以知道這個數量多少 這邊有一個中山區 大概到接近它的數量 各區的中山區的那個歷年來的那個 切大按鍵有快450筆喔 OK有沒有 然後最少的大同區 它的數量喔 甚至不到它的一半 大概200筆不到 有沒有 大概這邊可以看 那你可以看175筆 OK 那其實相對啦 那你如果直接看圖 有時候可以看到個大概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也許我們就把它 這個名稱也改一下 這個工程碼名稱換一下 OK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已經完成第二個問題了 然後那再來第三個問題 剛剛有提到嘛 第一個問題是 歷年來有沒有變好 答案應該是有啦 因為數量減少 那各區的切大按鍵哪一區最多 那當然答案應該中山區 其次 那如果其次 再其 第一名的話 應該這邊看起來 應該是中山 其次是士林 然後再其次是萬華 有沒有 前三名 最好的就是文山 南港 大同 OK 那 不過當然 如果你要仔細的去分析 可能他在討論一些 比如說人口的數量 各區人口數量不同 所以發生切大按鍵 如果人口越多 當然相對的越高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討論那麼細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是不是可以把它結合進來 那將來就可以 再繪製更細一點的圖 那統一出來 其實我相信 可以對那個治安上面的 這個 將來降低治安 我想應該會有一些幫助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最難的這一題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希望取得 他是哪一條 第一個是街 這個應該 這個也是街 萬寧街 這個是路 忠孝東路 這個也是路 OK 這也是路 那有沒有士民大道 應該有吧 所以呢 如果我說 我今天 會需要有 統計出第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哪一條 路 或街 路街 或道 路街道 的切道案件最多 其實跟剛剛那一題有點像 但是 怎麼統計 那難的地方 就難在哪裡 首先當然一樣 我們在這個按右鍵 插入一個欄位 那名稱也許叫做路街道好了 那第一個需求 就是最難的 什麼呢 我們 因為 你會發現 他這個地址 有一些地方 不太一致性 怎麼說呢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 哪一條路的前面尾巴這個字 如果都固定是區的話 那我只要抓到區 有點像錢瓜糊 用fine fine 區 的下一個字 取幾個字呢 找到街的這個字的位置 然後把這三個字取出來 放到這裡來 比較好 有點像前瓜糊 後瓜糊 那個意思一樣 可是問題來了 下一個就不一樣了 它不是區 它是裡 所以呢 裡這個字 下一個字 ok 是街 那還有一點 它最尾巴那個字 可能是街 可能是路 另外也有可能是道 市民大道 所以 其實 這一題來看 最複雜了 所以 那當然 其實工作上常常遇到 如果你假設 你不知道 或者是你不會的話 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說 老師我只能圖把鏈鋼 點兩下 Ctrl C 然後這邊把它 點兩下 Ctrl V 有沒有 這邊再點兩下 Ctrl C C Ctrl V 這有四千多筆資料 是不是 我記得好像Ctrl向下 有沒有 總共呢 是不是四千多 三千多 ok 而且這個資料會長大 那如果說你每天都要 要處理這麼多資料的話 你總不可能每天在那邊 Ctrl C Ctrl V ok 那這樣你光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永遠做不完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統計分析 把 所有的路接道通通抓出來 而且不能抓錯 那怎麼辦 所以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要做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 也就分析 他這個 路接道的這個我要的資料 前面可能性 哪三種 哪三種 第一個就是他前面可能是趨 也可能是理 也可能是第三個 那這裡 零 有沒有 所以他有三種可能性 要不就是有零 如果沒有零的話呢 要不就有理 如果沒有理 要不就有趨 基本上只有這三種 沒別的了 好 第一個邏輯 所以喔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把這三個邏輯 讓他先判斷這個 再判斷這個 再判斷這個 ok 那後面尾巴 這個字也是一樣 他也一樣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接 一個是路 一個是到 那如果我把這三個判斷完 抓中間 用密的切割 那當然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東西 ok 那當然如果把它取出來之後的話 答案就做出來 不過 今天最難的就在這裡 如果你可以跨過 那當然你事情就搞定了 那你跨不過 那你就慢慢來了 ok 所以想想看 待會跟各位講如何做 那跟各位提示一下 其實基本上呢 會用到上個禮拜講的 然後呢 找的話呢 用fine 最後切割的話 一樣用mid 所以喔 這個地方呢 最後的公式就長這樣 不過跟各位講 他不是一次做出來的 所以是 先fine 剪下來 貼到什麼 ifl裡面 有沒有 然後再讓他判斷 再貼 再判斷 再判斷 再判斷三次 得到最後的結果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待會我會示範一次給 讓大家知道怎麼做 那做完之後當然喔 我們後面一樣喔 就是會先函數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那再來就VBA了 所以我們先從簡單的做完 這個也不算簡單 好吧 同樣的邏輯 怎麼再把它變成VBA啦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他先找0 先找0 如果找不到0的話呢 再去找0 如果找不到0 那最後就找0 反正一定會有趨就對了 OK 所以喔 有0就找 就像剛剛的資料啦 那其實為什麼 我會有這個邏輯 就是先做分析一下 看一下這邊 原來他這邊有0 可是有0的不多 但是就是有0 那再來就是說 他如果沒有0 他有0 像這個沒有0 這個就有0 所以理論上應該先找0 所以順序應該是先找0 如果沒有0再去找0 沒有0的話再去找0 OK 所以喔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邏輯怎麼下 1 一樣查入函數 找到上個禮拜用過的那個fine函數 OK fine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假如你要抓的資料 他是固定位置 很簡單 用密的直接切 但是他如果不是固定位置 哇 那fine就非常重要了 OK 有沒有 像刮弧啦 有沒有 像 只要是有一些符號的頭尾 你要抓裡面的資料 這個好像蠻常見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 像fine這個函數 你一定要非常的熟悉它 那fine什麼 fine第一個先fine0 所以呢 我們先找0 這個字有沒有 所以我們的 乾脆習慣是先從這個好了 從 G6 這個地方開始 因為這邊剛好0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好了 因為 如果你用別的地方一定找不到 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們先fine fine什麼呢 fine0這個字 所以這邊找一個0 0 ok 然後前後算以後不打 他會幫我打 沒關係 有沒有 他會補上去 0這個字在哪邊 在這個h7 跟h7 這裡 那找找看有沒有 有 那就是第11個字 有沒有 然後向上填滿 他一定會錯誤 為什麼 因為他上面都沒有0 下面的話 也出 這邊有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有0的會出現 但問題來了 為什麼會出錯 因為他沒有0 那沒有0的話 你再接下來幫我找理 可是接下來幫我找理 這個敘述怎麼做 特別是喔 不困難喔 請你先把這個公司剪下來 所以如果找不到0 就幫我找另外一個字叫理 那怎麼去 插入函數 請你找到喔 如果的話就是邏輯 如果沒有 沒有就是錯誤 找不到的意思 那就if where 把剛剛的邏輯貼上去 這個剛剛的公司貼上 那如果找不到 然後就是找別的的話呢 就是value if where 就找不到0 那幫我找理 所以再貼一次 然後再怎麼樣呢 把這裡面的0這個字 改成理就可以了 懂這個意思吧 如果找不到那個字 那就幫我找理這個字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向上填滿看看 向下填滿看看 那你會發現 value錯誤呢 越來越少了 基本上呢 快要沒有了啦 那為什麼 其他地方還有錯 因為他沒有理 像這個是只有區 所以呢 如果沒有 如果找不到0 去找理 理也找不到 就找區 所以喔 接下來 下一個 如果找不到 就去找下一個怎麼做 其實跟做法跟剛剛一樣 怎麼做 一一樣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二 如果找不到 如果嘛 如果就邏輯 找不到的話 就l ifl 然後呢 按確定 再把公式貼上去 就去找 區 就去找區喔 記得喔 從這個公式裡面 再去複製find 然後前括弧 後括弧這一段 因為 主要是這個啦 然後只要把中間這個公式 把他怎麼樣 Ctrl C 然後把他Ctrl V 再去找 就find 甚至如果你要自己打 沒關係 find什麼呢 find 區這個字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 前面那個字 我大概就知道他的位置了 然後向上填滿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那理論上 前面這個字呢 基本上就OK 所以我已經知道說 欸 那個路接到 我要那個 那一串文字 他開頭這個字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只要把 6加1 就是我要的字的那個位置 比如說區嘛 第六個字 那我只要從第七 取三個字 可是問題來了 這比較麻煩就是說 那我不見得每一條路都三個字 也有四個字 不然的話呢 如果假如都三個字還好解決 反正MID 然後從這個加1 取三個字 那全部就OK了 可是喔 剛好 這個路 有的三個字 有的四個字 這麻煩 為什麼不統一一下 這麻煩 可是呢 如果沒有怎麼辦 那我們就想一個辦法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就知道開頭的字 那尾巴的字應該是哪一個字 其實喔 尾巴那個字呢 可能的狀況呢 也剛好三種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 後面改成 路 接 道 那剛好得到的就是尾巴那個字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等一下 那個公式直接可以把現在的公式複製 貼過去 改成 路 接 道 那得到的結果 剛好就是尾巴那個字的位置 那我只要把尾巴那個字的位置 減掉前面字那個字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它總共幾個字 有沒有 這個字的位置 這個應該是6啦 然後7 8 9 9減掉6 剛好三個字 那我就下門街就抓過來了 OK 所以喔 下一步喔 不過這已經很複雜啦 第一段 這個盡量要理解的 不要用死背的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然後再用MID MID OK 要切資料囉 所以MID的話呢 我就切 那怎麼切呢 MID OK 然後呢 我的地址在這裡 那我怎麼切 從剛剛這個公式裡面的加1 下一個字 從第七個字下門街下 取幾個字 當然如果你取三個字好解決 三個字下門街 可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向下填滿喔 你會發現這邊就中叫東 少個字 那四個字 所以喔 最後這個地方呢 雖然很難喔 但是 應該 你只要記得喔 你只要記得喔 把公式 把這個公式 我剛剛貼下這個公式 再貼一次 然後記得喔 貼完之後喔 把原來的零里區 怎麼樣 改成入接到 或者接入到 反正這個順序 跟改都沒關係 因為它不像零里區 一定要照順序 這個要入接 然後再一個到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找到最尾巴那個字 的位置 那我就把那個位置找到之後 這邊是第九個字嘛 減掉什麼呢 剛剛那個零里區那個公式 再貼一次 你會發現喔 它就是 九減掉六 那就是下門街了 OK 那如果忠孝東路一樣喔 它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個是忠孝東的話 它就是會先找到裡 這個字應該是第九 第十個字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這個路的話呢 剛好就是 第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那十三 減掉 九 剛好就四個字 OK 所以邏輯大概是這樣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OK 理論上呢 應該就會是正確了 好 那 這個的話 其實 最後的公式 非常的冗長 可是實際上 它最重要其實就是 先從這個地方開始 5 0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公式 貼到Evere裡面 再去試試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難度比較高一些些啦 不過 如果 理論上 你只要了解 我剛剛講的邏輯 要把它做出來 應該 不算是太困難的事情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我們